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简单易懂,快速上手 生鹤玩法配装教学攻略西斋生鹤抽取建议 第七生鹤的新手快速入门攻略 帮助各位准备抽或刚知道生鹤的小伙伴 简单快速的上手生鹤这个角色 虽然是偏新手的教学攻略 但在5系摄影物差距以及命之座提升上 按不住也会通过详细研检测试和计算 给大家提供座位直观的测算结果 测算使用的角色数据如下 武器方面一共测试加计算了10把生鹤可能会用到的武器 在保证不动武器冲人接近的情况下 平衡没把武器的剩影物属性 西风场枪分贝30暴击保证武器特效的触发 其他武器在西风30暴击的基础上 扣除11.8暴击换成百分比攻击力词条 测算这些武器在神鹤万兴之刀配对中 凌华对断以及对群是生鹤12段冰临 一人输出的伤害差距 测试和计算的过程非常复杂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直接来看结果 在神鹤万兴受到这种中 灵命生鹤辅助灵华 这18武器在充能接近的情况下 西灾和剃刀给灵华带来的伤害提升 相比其他武器虽然会略高一些 但提升并不明显 例如西灾相比西风场枪 对灵华的伤害提升仅有5%左右 既然伤害差距不大 那灵命生鹤在辅助灵华时 是完全可以无脑带西风场枪的 西风场枪不仅能解决生鹤的充能问题 还能协助灵华充能 神鹤万兴是一个以大刀爆发为主的队伍 战队充能要求是不低的 牺牲点伤害带西风场枪缓解队伍的充能压力 提高权队的循环效率绝对不亏 当然这只是推荐 如果你觉得充能压力不大 或者你是一命以上生鹤 那带吸灾剃刀 或其他主甲攻击力的5星武器 追求极烟伤害也是没有问题的 圣移物方面有中尸刺和追一二加 决斗杀的两种选择 非六名情况下 无论生鹤的武器是吸灾还是吸风 在神鹤万兴体系辅助灵华的输出 对单队形都是宗师4跟生意抽 生鹤六名平A重击可以无限制触发冰灵 冰灵带来的伤害增益会大幅度提升 此时带追一二加决斗杀的收益 会反超宗师4 总结一下就是 生鹤一至五名更适合宗师4 六名更适合阿加2散达 圣移物此之外 理智观和空之杯只推荐攻击力 直杀首选元素充能效率 不计充能或是六名生鹤可以换成攻击力 用吸风场枪举例 充能杀换攻击杀 生鹤充能从200掉到148.2 能量神鹤万兴中的灵华对待伤害 提升约2.3% 提升幅度并不是很大 所以还是建议优先考虑充能 保证大刀和宗师4的加伤能频繁处发 这样带来的增相收益 是大于无脑给生鹤对攻击力的 最后建议离命生鹤元素充能效率 保持在200%左右 一命生鹤可以稍微降低一下 差不多到170左右 待吸风场将暴击率建议至少对到30% 用来触发武器特效 天赋加点推卸一技能和大家对点 平A不点 生鹤提升相对交道命之作是一命和六命 一命增加一次一技能使用次数 缓解生鹤充能压力的同时 它能让一轮循环多出五段兵临 提高全队的伤害 以神鹤万兴一轮循环金测算 在对单时对凌华总残害提升约为8.1% 在对群时遇到三只坏的情况下 对凌华总残害提升约为3.1% 对比一下吸灾相对吸风的提升 不然发现生鹤一命的优先度是要明显大于吸灾的 半命延长大捞持续时间6秒 提高大捞减抗效果的覆盖率 并给大捞范围内的决策提供15%兵元素的暴击伤害 以神鹤万兴一轮循环金测算 对凌华总残害的提升约为4% 注意这4%是没有考虑六脉的大捞时间延长的 所以两命的实际提升会比4%略高一些 三命提高一进等级三级 以神鹤万兴一轮循环金测算 在对单时对凌华总残害提升约为4.5% 在对军时遇到三只坏的情况下 对凌华总残害提升约为2% 四命通过施放异技能提高深鹤角色的自身伤害 以最敌二层最高50层进行计算 四命约可以提高深鹤异技能64%至161%的伤害 不过深鹤增杀并不高 虽然四命看得去提升很大 但只提高1.1技能伤害 给对物实际带来的提升并不明显 五命提高大二等级三级 只能提高深鹤自己的伤害 深鹤达到十级时健康已经拉满 再加三级意义不大 六命深鹤作为致病的命之座 角色通过普攻和重机出发冰灵时 将不会减少冰灵的生效次数 在六命价值下可以让凌华在没有达到时 也拥有极高的输出能力 有六命的话对军时也不会再成倍的消耗冰灵 能让凌华和甘雨的对训能力获得大幅度提升 除此之外还能配合重云 解锁一种娱乐玩法 让大部分近战决策变成强力冰C 之后结合昨天的凌华攻略 给大家系统讲解一下 凌华深鹤以及他们武器和命之座的抽取顺序 上期凌华攻略就有提到过 误切给凌华带来的提升是大于灵命深鹤的 所以优先误切 再考虑灵命深鹤 之后才是凌华和深鹤的命之座 只抽一个命之座 个人建议深鹤一命 抽两个命之座 建议凌华两命 深鹤一命和凌华两命都已经有了的话 可以继续把凌华补到四命 再转深鹤六命 最后再补凌华五至六命 或精炼误切 习灾精炼提示很小 建议最后考虑 深鹤是目前的强势阵容 离命西风深鹤加离命误切凌华 在目前的深游环境中 伤害完全够用甚至溢出 虽然神鹤浪漫很强 但成本突然很高 不推荐平民玩家 去追求高命神鹤 平民玩家建议冲完凌华 误切和灵命深鹤就收手 深鹤作为兵系专辅 目前主要服务凌华甘雨 这两个兵系组C 涌动玩法中 深鹤辅助凌华甘雨阵容搭配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边建议凌华给了加举例 凌华深鹤出双兵之后 还需要一个风系巨冠和挂水角色 风系巨冠万叶温迪二选一 都有的话建议先考虑万叶 万叶温迪都没有的情况下 可以用砂糖过渡 挂水角色手推星海 没有星海可以用金伯莫娜 万叶星海都没有的话 就用巴巴拉过渡 到这里涌动玩法的最佳配队就出来了 那就是大名鼎影的 凌华深鹤星海万叶 属生神鹤万叶 凌华目前和深鹤配队差不多就这样 甘雨和深鹤除了涌动外 还有一套纯冰和绒甘 钟离万叶深鹤甘雨纯冰玩法 相比甘雨涌动 对群要弱一些 对蛋要强一些 输出环境要好一些 适合用来应付 剑鬼之龙暴磁环境 几下金伯草神 深鹤甘雨 几下出来后的一套 甘雨融化玩法 深鹤在这套配队中 算是班尼特的下位替代 最后是出手法教学 防止大家没有看过 上汽凌华攻略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深鹤万叶的书流程 看过上汽凌华攻略小伙伴 可以超过这部分 到后面观看深鹤 龙甘玩法的流程 深鹤短暗一阶大招洗手 切万叶一技能聚怪 并触发增伤 星海出场接一技能 再切凌华闪壁 撞一下怪触发天赋增伤 和兵附魔 银下触发物切增伤 之后立马释放一技能接大招 这边如果带着不输物切 也可以不威 直接释放一技能和大招 凌华到了动画结束 立马接一次重击 之后切出生鹤 残暗一补冰临 最后万叶出场 短暗一聚怪增伤 这样就可以让神里 达到72段冰临增伤 加全能保持万叶的减抗增伤 伤害直接拉满 低一轮爆发结束 斩能量准备第二轮循环时 可以用星海接一个大招 蓄一下水母 这样可以让神里 斩能量时也可以把怪动作 之后就是斩能量 准备下轮循环 斩能量时 生鹤惨的酒 记得让灵华来吃 搭配一命生鹤 想要打出最高爆发 灵华大动画结束后 输入流程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灵华大动结束 不要接重击 直接切生鹤短暗一 等一技能CD撞好 再长安逸 最后万叶出场巨怪增伤 这样就可以让灵华一轮爆发 吃17段并临增伤了 最大化利用生鹤一命的效果 生鹤草神甘雨 笛下龙肝瓦法 草神上标记接大刀起手 之后生鹤长安逸接大招 笛下出场释放异技能 最后甘雨上场输出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本期攻略算是萌新入门攻略 但制作难度着实也不低 为了直观地提现出 不动武器圣移屋的伤害差距 以及命之座的提升 是要做大量的决策出席测算 才能最终通过图表给大家展示的 大家看完有帮助的话 希望能三连关注这些up主 不能三连的话点个赞也可以 最后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